当地时间10月23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 会见埃及总统塞西 习近平祝贺并欢迎埃及首次作为正式成员 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埃伙伴年和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 中方坚定支持埃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愿同埃方做守望相助的真诚朋友 携手发展的亲密伙伴 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 巩固政治互信 深化务实合作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密切人文交流 推动双边关系 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埃命运共同体目标 持续迈进 中方也愿同埃方加强协调 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影响力和发言权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塞西表示 再次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年来 两国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是埃及和非洲国家最真诚的朋友 感谢中方为埃方提供的各种宝贵帮助 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完全理解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极端重要性 埃方愿将自身发展战略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对接 进一步加强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 感谢中方支持埃及正式加入金砖合作机制 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 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 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双方就当前中东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习近平指出 中方对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深感担忧 地区生战生乱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当务之急是全面有效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 尽快再加沙停火止战 只有把两国方案落到实处 才能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中方赞赏埃方为推动停火止战所做努力 愿同埃方加强协调配合 共同推动巴以冲突早日平息 地区局势走向缓和